以前我們學功夫 學完那三套卷之後 師傅才教牧仁莊 牧仁莊是很嚴謹的 他覺得你第一段學得好 他才教第二段 第二段學得好才教第三段 他是續段來的 他不會像現在那些 學得這麼快 教得這麼快 那時候他們對我們是很嚴謹的 如果我未學到 例如我第一段是裝手 第二段他不讓你看 其他師兄打他也不讓你看 我跟師傅梁相學功夫是早班的 那時候有幾位很好的師兄弟包包 最多來的是黃柱 譚拳 鄭仁善 陳少錦 梁傑強 這幾位師兄弟是早班的 所以以前學功夫多數都是在晚一刻 或者是放了學 放了工去學功夫 晚上和下午 但我們那班人是早班去的 因為早班當時我是做車房的老闆 所以我隨時走一開 所以我跟那班師兄弟比較密切 然後他們師傅當時上次學功夫 他們對我這幾個人很嚴謹的 我記得他教我小念頭 落馬站小念頭差不多有30分鐘 那我最初我去學的時候 學了兩三個月 都覺得很悶 幾乎想不學的了 因為太過悶了 說每早上的馬都集到腳鎮 同時那時候正來到樓樓那裡 那樓樓樓下下來 幾乎要滑下樓 個個都腳軟的 後來才知道原來師傅磨我們學那個雜馬 原來是這麼重要的 因為詠春功夫是靠坐後腳 坐後腳的前腳是輕提的 所以你看到很多功夫都是前攻後戰 但詠春功夫是坐後腳的 他預備前腳起腳的 所以他跟其他功夫有一點差別 所以後期我一直學 跟著尋喬 學到尋喬或者標誌的時間 才覺得原來師傅最早磨練我 雜馬雜循背過鐘頭 都是因為等我學好好的基礎 以前我學功夫 學完三套卷之後 師傅才教牧人莊 牧人莊是很嚴謹的 他覺得你第一段學得好 他才教第二段 第二段學好才教第三段 那是續段來的 他不會像現在那些學得這麼快 教得這麼快 那時候他們對我們是很嚴謹的 如果我未學到 比如說第十下 第一下的 第一段十下 裝手的 第二段他不給你看 第二個師兄弟打他也不給你看 就是一定要學到基本功夠 他才給你看第二下 他才逐級逐級來給我們上 除了叫我們練莊之外 就要我們抽棍 因為抽棍的時候 因為他對手腕力 手肘力都很有幫助 所以一定要我們抽棍 所以在閒時學功夫的時間 師傅已經教我們打棍 在牧人莊裡面 我一直跟了他很多年 我差不多師傅 十段牧人莊都教了給我 但我每天都有苦練 同時因為我家 有時在通菜街 我都有一套裝放在我家裡 所以以前很多師兄弟 他們有時放假有空 都去我家裡練 1968年的時候 蔡德、呂智德 都在我家裡玩 有個師兄弟叫蔡德 他哥哥是蔡兆東 都是跟葉文學功夫的 但他們有時也上我家裡 1968年 有一個電視台的人找我師傅 他說我們有個電視節目 想介紹一下你詠春功夫 師傅你可不可以找幾個徒弟 上來無線電視台示範一下 師傅說好啊 後來他還要我們拍了一個推廣的鏡頭 所以師傅當時找了我蔡德 我們兩個人在他們採訪我 我們那裡拍了一個鏡頭 教給無線去做這個宣傳 我記得那時候是1968年 那幾年學功夫的時間 師傅給我的磨鍊是很值得我回顧和懷念的 TVB那裡我記得那時候的節目主持叫余安 我們那時候有十幾二十個師兄弟 我記得那時候也沒有什麼彩排節目 就把我們那十幾個師兄弟 除了打三套基本套路之外 是我們黏手表演的 那時候就很震撼的 因為那時候電視台剛才開的 1968年做黑白的 那時候也挺什麼的 後來還要我們師傅拍多一個特執 中國武術 那時候我也幫師傅拍多一個特執 師傅的棍子真的相當好 那他還有六點半棍 就是師傅教給我的時間 那他就每一招都逼我練棍 那就和我貼棍、槍棍 就是左右那個棍的招式 都有指導我怎樣去練 那所以在那個兵器上 師傅以前是早上教兵器比較多 因為那時候人少 上午來去都是我三、四個人 但是如果是下午到晚黑 就很多學生了 所以練兵器就比較少 同時師傅又不是納亂教兵器的 刀棍他也是看別人來教的 後來很多同學都覺得 為什麼你們認識我們 我們不認識的 那有時候原來那個人 就是因為人多就練不到兵器 所以我們早上是比較人少 我們早班練功的人少一點 所以就練兵器比較多的機會 那有一天我師傅就說 阿堂仔你在車房做事 你當然會懂得那些賭帽 我說好啊師傅什麼事呢 那朋友在內地之內刀回來 那你跟我拿去賭 賭十對回來 我說為什麼你要這麼多刀做什麼啊師傅 他說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他要我教他的兒子 我想了很久都想把他推掉 但是推不掉 他就唯有教 我教他刀以後要刀才行的 那刀呢我拿去賭十對回來 我借回來的日子才給我還回他 那就是我拿去 我印象中那時候六五、六、六年 我就拿去大國咀 那個叫鎮榮界那裡 就拿去賭的 賭了十對回來 那回來就交給師傅 我說師傅啊 那我教你一起練 我去教的時間 多個人幫忙 那師傅就教我八斬刀 因為他上門去九龍堂那裡教 出門教這個八斬刀 因為我自己有車 所以很多時候我車師傅去九龍堂教 所以我車師傅去教 變成我得益了 我整天陪著師傅去教 所以我就變成我練八斬刀的時間 多了一點 所以後期有很多 讀門師兄弟都說 你也好啊 堂仔 你也學到我 我沒有這樣的機會 我覺得我自己也很好處 那雙刀跟其他那些刀有些少許分別 我問師傅 我師傅這雙八斬刀 怎樣跟其他那些不同的 師傅說這雙是合掌刀 這是兩把合掌刀 所以它是叫做合掌刀 原來那把刀以前是不鏽鋼 是鋪鋼 可以合在褲頭 可以收到手袖 但現在因為練習刀 就沒有這樣的必要 很危險 所以他們上面的練習刀 就是用賭帽做出來的 我借回來而已 將來就還給別人的 所以我賭了之後 有機會就給我奪還給別人 後來他還要再做多10隊 我又給他拿去賭 我覺得晚輯有很多師兄弟都有 李健進、車世傑 很多都有 還有一個弘隊 這些都有 都不是我獨享 很多師兄弟都有 不過學了多少十次 每個人都不同 喜歡明家分析 記得按LIKE和分享 支持和訂閱卓健明家 最重要是按這個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片